露坤的小花 不管你是小花大花 开花就对了 不开花的人生是很苦的 对不对 那个邓小平同志说 不管好猫 不管是黑猫白猫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对不对 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花 会开花的生命 就对了 就对了 你不要看人家 每一个人他的生命因缘不同 他所具备的条件都不一样 但是各位要记得 每一个人生命条件有不同 生命条件是相等的 都是相等的 你去注意看看 他很有钱 他不见得很快乐 你放心 他父母亲保护得很好 没有错 他可能很不自由 对不对 我们父母亲可能不管我 可是我们可能很快乐 有没有 你自由自在啊 那你说哪个对 这是完全平等的 完全平等的 但是每一个人 因为过去事啊 过去啊 你所累积下来的 功德 因缘 福报不同 所以这辈子显现出来不一样 有的人呢 很漂亮 可是很孤僻 有的人长得很不好看 可是很有人缘 你会气死人 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 个人所需的福报不同 对不对 显现的不同 有的很高 很瘦 有的很矮 很胖 那为什么 过人需的不一样 那你说哪个对呢 没有对不对 平等平等 那你不管是具备什么 不同条件的生命 你只要开花就好 开花就对了 你看它像牡丹 我看牡丹就拍名 路边的小花 我看它很好命 你知道吗 我刚才讲拍名 我们闽南话 拍名就逮命 不好命 你看那个花很漂亮 它要让那朵花 全部充分开花 出来真的很累 你看路边小花 三片 就开花了 它好详意 明天掉了后灯 又开出来了 有的花早上开 下午就谢了 有的花是下午开 早上就谢了 可是它每天都在开花 那生命不很美吗 对不对 不比较 生命是不能比较的 生命绝对不能比较 会去比较的人生 一定很痛苦 不要去比较 那你去注意看看 生命的存在 生命的价值 你要能够感受到 你要自己想办法去提升 去提升它 提升以后 你一定会获得 那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 简单的跟各位谈 生命存在的 这个意义啊 以及啊 这个佛法 在现代化里头啊 我们要怎么样子啊 运用啊 现有的这些资源啊 来加以运用 让现代人啊 更能够啊 全方位啊 从各种不同的立场跟角度啊 借入佛教的世界里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再继续跟各位再谈另外一个主题 生命啊 有三个因素 就假的生命啊 那我们其实都活在假的生命里 那要讲这个部分之前啊 我想先有一个地方 要先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生命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啊 是物理的身体 物理的身体 这个不是生命啊 各位一定要留意到 这个生命是物理现象的生命 这身存在的这个部分 你假如留意一下 你假如要了解说 这一个物理现象的生命 是怎么存在跟运作的 你去看看一些人 植物人 有没有听过这种人 他就是只有物理现象的生命存在 他没有办法表达那个生命啊 他除了呼吸 其他都不会啊 有没有 这种生命是物理现象 他不是真实虚幻的问题 另外我们讲的那个生命 他就不是身体啊 这个身体是一种物理生命 他只要能够呼吸 血液循环 他能够运作啊 他就能够回下去 那个活 他其实是跟一块石头 一棵树 没差别 没差别 因为有一个虚幻的生命啊 是大脑在作用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讲你的生命只有这三个因素 就是记忆 推理跟你要追求的目标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跟动物就比较接近了 动物的记忆不大 动物的记忆里头大概只能够一年 一年的循环 一年四季的变化 动物感受得到 超过一年的记忆他就记不起来 他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 他脑容量跟记忆的种类啊 不一样 我到澳洲南部的茂尔本啊 在更南端的一个地方啊 有个小岛 叫查理斯岛 里面啊 有那个契鹅啊 世界最小的契鹅 因为它最大站起来 最高只有33公分 其实很小 那契鹅啊 是非常可爱 那个肚子大大 走路一摆一摆的 很可爱 那我们晚上去偷看他 因为不能打灯啊 那也有点灯啊 可以看到他 那他晚上啊 他才上岸 因为白天啊 鸟啊会吃他 所以他们都晚上上岸 那我看那些企鹅啊 他也会记忆 因为回来他就走他的路 一定回到他的 那个洞里头去 他不会跑错洞 这个才厉害 要是我 我就会常常迷路 可是他怎么样 近的就走到近的地方 自己回去 远的就走到他 他不会走错路的 而且气味的妈妈 假如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他会把他咬出去 假如又跑进来 他甚至于会把他车死 他们的这种分别心 还是很重的 但是有一种现象 我觉得很好玩 他们上岸啊 就全部上岸 他会等 等了一堆 一堆人啊 一堆小区 有开始走 那么等 大的一群 大概三十几个人 然后就开始走 可是当他们开始要走啊 让来又把一堆人 又捡下去了 剩下三五个 他也一直走 他就感觉不到啊 那三十几个 变成三五个 那他要不要等下来等他 他不等啊 他还是一直走 他们呢 都同一方向 很奇怪 同一个方向 他不会有这种角度上的不同 都同一个方向向前走 我就觉得奇怪 他大脑怎么只有这样子 他的脑筋只有用那一部分 他会有运用大脑的地方 但他不像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大脑要像他这样 你已经完蛋了 所以人类的大脑是很复杂 很复杂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伪装 伪装是大脑最可怕的一种作用 隐瞒 掩饰 比如做错事我们不敢承认 这就是一种伪装嘛 掩饰嘛 所以掩饰是大脑啊 物极必反的一种现象 是人类的一个灾难 各位要留意一下 这个从给道德学啊 去慢慢去讨论了 修行里头啊 不能有任何的伪装跟隐瞒 会有隐瞒的人啊 不能成就 绝对不能成就 修行已经没用了 因为你隐瞒着那个 劣质的东西 会一直在你的生命中啊 所以那是不能隐瞒的 除了这个生命啊 我们现在在修行啊 转繁为胜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运用记忆去推理 到达目标的这种虚幻的人生啊 要转变过来 不用记忆 这个麻烦啦 不用记忆就白痴啦 但是他只告诉你不用记忆 不是没有记忆啊 这个我们要弄清楚 你可以记忆但是不用 这个就厉害了哦 我们是只要记得哦 不用你就麻烦了 就像你赚钱就要用钱啊 假如你赚了很多钱不用啊 那你是一个印钞票的机器而已啊 对不对 你赚钱没意义嘛 所以我们的记忆也一样 你记得越多的人啊 大概就用得越多 大概啊 那会用的人是怎么会推理的人才会用 所以推理越厉害的人啊 就大脑用得越多的人 大脑用得越多 越是用推理 大脑用得越多的人 生命能量消耗很大 他的那生命的光彩不够 那我们一般讲叫生命力 生命感不足 因为你的生命能量啊 耗掉了 耗掉 你看虚情人为什么会很活泼 因为他生命能量不消耗 因为他不用推理啊 不推理的人啊 绝对不会隐瞒 因为他没有隐瞒的必要嘛 啊所以 虚情人 真正的虚情人啊 他不像修养的人 修养的人比较接近完美 虚情人是接近自然 他不是接近完美 这一点不同哦 虚情人很活泼 虚情人常常有很多疲漏 他也会做错事 很多常常不修边斧的 因为他接近自然 自在 他不是要完美 你知道吗 虚仰的人啊 就倾向于完美 他怕人家指指点点 那虚情人不一样 虚情人人家指指点点 他也一起跟他点 你知道吗 所以你骂我海云 海云啊 大家一起骂 不是你骂 那虚仰的人 你一骂海云的话 海云就要做这人 你知道吗 我要找理由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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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虚情的话 要骂一起骂 就把海云骂死好了嘛 骂到这个海云是谁 是我 哦 是我 那就这样结束了 这不一样 虚仰的人啊 他会冥 重冥 虚仰的人不重冥 他重真实 所以他接近自然 有没有 他不是接近完美 哦 这个就很麻烦 所以你骂一个虚仰的人 你怎么这样 那是你造口业 因为他接近自然 本然的样子嘛 他不是要塑造你意识形态的那个完美 这是有不同的 但是这里面呢 在自然的这个部分我们叫个人的生命空间 那么族群这边要求完美的啊 这个叫做族群公约 个人的生命空间如何拿捏啊 要跟族群公约取得一个平衡点 有些人为了达到啊 人家的赞美 这个社会是物净天责嘛 适责生存嘛 你为了要生存 你可能会隐瞒自己 压抑自己 那假如过度以社会公约为主的话 那你可能就消失了 你好像活着 可是你根本不是活在自己的生命里 你就活在这个族群里 有没有 尤其啊 尤其我跟哥讲 女孩子要特别留意 太牵就对方 把自己压抑下来 那你就很不好啦 你会扭曲你的人性 男生也是一样 男生如其出的社会啊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啊 他会很压抑自己 那过度压抑一定扭曲他自己 这个就是太过于 以社会族群公约为主的生命形态啊 会扭曲自己 那你哪一天就想到说 哇这样活着对吗 你开始有这种反思啊 要怎么样回下去才对 人生在这世间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 那时候你就觉醒啦 你就觉醒啦 那这个时候常常有这种反思以后的人 他的个人生命空间又太大 他会成为社会的叛徒 各位有没有背叛过 叛逆啊 在家里啊 我跟你讲 越早叛逆是越好的 成本越小 七八岁的小孩叛逆啊 顶多是哦 爸爸买原子笔给他 他到学校就把他丢掉 因为他不喜欢那一只就把他丢掉 啊不然就送给同学 回家又没有 爸爸又去买一只 可是他发现哦 老是拿那个牌子 我就不要那个牌子 可是他不知道爸爸一次买一打 一次买一打 爸爸就是没有留意到 孩子可能有他自己要选择的 可是爸爸就以为 这七八岁小孩子要选什么 有用就好 有得用就好 没有让他选择 可是孩子他会开始选择他所要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叛逆啊 你从小儿小孩子的时代 婴儿时代就开始在叛逆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爸爸妈妈一直抱着你 抱着你 抱到你长大 到某一个程度 你就不给他抱了 那就叛逆啊 爸爸牵着你 牵着你 牵到后来 你不给他牵了 要自己走了 叛逆啊 有没有 啊爸爸走到哪里 你都跟到哪里 不跟不行啊 有恐惧啊 到后来呢 不跟啊 为什么 我有朋友要去玩啊 叛逆啊 有没有 这些叛逆父母亲大概都会接受 什么时候会不接受你知道吗 爸爸买鞋子给你 买袜子给你 你开始不要 我不要这个 我要黄色 我不要这个 我要什么 那时候爸爸就会紧急到 爸爸妈妈就会紧急到 你长大了 这个时候还不要紧 事实上他的警觉 也就是他不太能接受的时候 到了他的意见 跟你的意见 起冲突的时候 那就真正叛逆了 那个标准 大概在十三四岁 你假如现在 一直 很体贴父母亲 跟学校 跟社会的需要 而一直很乖巧的 做个乖女儿 乖儿子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产生 他的后遗症 因为你的叛逆时间 一直往后延 什么时候要叛逆 不知道 越往后的叛逆 所要付出的成本越大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 台湾有个上将的夫人 上将夫人 估计上将 快七十岁了 那么他的太太 最少也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才叛逆 整个社会付出的成本 有多大 你想想看 他十五岁叛逆 不就没事了吗 他压抑了五十年 整个社会成本 全部付出 就全部付出 你想想看 这种可怕的局面 台湾有个 六十八岁的老太太 六十八岁 先生七十几岁 过世 过两年以后 他开始叛逆 他怎么叛逆呢 六十八岁而已 穿白色迷你裙 开红色敞篷车 那你就知道 到网球俱乐部 去打网球 那你就知道 年纪越大 他的付出的成本越大 就我们知道 你生命有一个 你真实存在的地方 那一点 你一直体会不到 叛逆是在做自我肯定 他不是叛逆 是自我肯定 那你这个肯定 在你的生命空间里 跟族群公约里 要怎么取得一个平衡 告诉你 越早叛逆的人 他越会取得平衡 越晚叛逆的人 越难适应 越难适应 你自己 努力一下 我不是鼓励你叛逆 不要弄错 这里面 这里面要跟各位谈的是 那个自我肯定 这肯定什么 因为没有人指导 没有人教育 全世界到现在为止 我发现 没有一个学问 能够来指导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都认为是叛逆 我不认为叛逆 是自我肯定 这个肯定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肯定 我们把它发展出来 我说真实生命 它有三个东西 有三个东西 也是它的要素 真实生命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信心 我跟各位讲 信心不是相信 是自己要足够的信心 没有信心就是恐惧 信心不足就是恐惧 就是信心 有信心你才能定位 所以有信心的人很美丽 非常美丽 有信心的人 他能够发展慈悲 没有信心的人 不能发展慈悲 没有信心的人 可能发展救济 救济呀 那我有钱嘛 我救济 做个世间的善人 那不是 真的慈悲呀 是从信心产生的 所以信心很重要 你要怎么样拥有你的人生信心 这个都自己要怎么去训练啊 这个 现在教育不会去教这些啊 教育是教你竞争啊 一竞争就增加恐惧啊 要交给你信心要怎么教啊 现在的学问没有 只有中国的大学 跟佛教有点相吻合 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嘛 在清明 在子余至上 是不是 开庄明义章嘛 所以佛教的上求下化 阿妮多尔三秒三菩提 完全符合 所以这个地方才有教 可是大学不能考试 不能考试就没用了 所以我们都要能考试能计分的 大学不能考试计分啊 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了信心以后 它会产生疑情 所以真实的生命啊 信心是基础 疑情是动力 虚幻的生命啊 记忆是基础 合理的推理是动力 这个是不同 疑情是智慧之母 有了疑情啊 你才会有智慧 疑情越大 智慧越大 疑情越多 智慧越广 只要有疑情就对 疑情是什么 疑是怀疑的疑 情是感情的情 它不是叫你怀疑 所以你先接受 那我这求证 求证不是推理的求证 比如说人家说 这个茶好 那我就要先接受 接受什么呢 那先喝 喝了以后说 这个叫好茶吗 我没有办法去证明它是好不好 但是呢 这个叫好茶 你就先这样定位 然后要怎么证明它是好 或者不好 我还要再喝别的茶 对不对 别的茶是不是比它更好 以我这个茶为标准 那你自己判断 所以这个判断是实践的 你要去经验 这个经验叫如实经验 不是推理的经验 推理的经验叫做经验主义 叫经验主义 如实经验是你经验到的才算 没有经验到的不算 所以都讲如实 只要你实际上去做 那么因为你带着仪情去进行 最后你是得到智慧 什么智慧你不管 刚才的智慧是感受生命存在的能力 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看到 透过这个部分 它是没有目标的 它是活在当下的 常中讲当下 活在当下 你只有在这个状况才有可能活在当下 你有信心的人才有可能活在当下 当下翻成英文是比中文还好 英文啊 英文当下 Now and here 现在这里 这个叫当下 你没有信心的人都看那里 我今天才十万 下个月有一百万 这十万就消失了 下个月一百万 不然会不会兑现 就变成这样 这个就不在现在 所以一旦有信心的人 他就现有的资源跟条件 去活得很好 他人生是绝对积极的 是有的嘛 不管好不好嘛 我要充分运用他嘛 让他达到最高的效益嘛 他不会抱怨 你要注意啊 没有信心的人很会抱怨 而且有恐惧感 所以真实的生命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放下这两边 想想 假设我们都是凡夫 你现在不要假设你是圣人 我们都是凡夫 我都用记忆在做推理 那我能不能少用 少用哦 但是我告诉你 你在写论文是要用记忆跟推理 不要师父说 不可以用记忆都叫白倦 我的论文就是这里面都是白纸 那不行 这个时候是要用记忆推理 可是你在家庭生活 像修行这种东西啊 是绝对不能用记忆推理 现在家里生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家里生活是不能够用推理的 他只能用生命 所以真实生命这边啊 我叫做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在家庭 在用大脑这边 叫大脑取向的思维模式 家庭生活啊 要用生命取向的思维模式 他不用大脑的 你说夫妻两个人 对方做错了 那你要怎么追究 他做错了 除了你是教育啊 最好也不要教 因为夫妻两个人事情不能讲明白 讲明白讲到最后就离婚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不讲明白就来 他做错了我要承担 谁叫我是他的先生嘛 太太做错了先生当然要担 子女也一样啊 而我是他的爸爸 他做错了当然我要担啊 不然要怎么办 只有接受的份 这个是用生命 用生命 生命就这样 这个手受伤 大脑能不能说 这个不要了 砍断就好 他一定想用办法把它抚平嘛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你受伤 我又没叫你受伤 谁叫你受伤 那你走好了 不可能 没讲清楚的话 他就断了 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弄断 家庭生活里头 这个生命取向的数位模式非常重要 要不然家里会变得很长 变到最后就通通离开了 这个不能讲清楚 这个生命的东西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跟各位在想象平常的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找对象 不要讲太清楚 先看清楚 还没有结婚之前看清楚 结婚以后不要看清楚 结婚以后天天在一起 你最好只看不清楚 他什么都对就对了 你假如在这个时候 结婚以后再什么都要讲清楚 那你就不要结婚 那个婚就昏倒了 所以结了就昏倒 就结婚 这个一定要领域到 到生活这一部分 就用生命 不要用大脑 做事的本身要用大脑 所以做事是用大脑没错 生活本身不要用大脑 这只是一个概率的区分 因为一般的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 跟各位做详细的说明 但是为什么要跟各位讲这些呢 这个就让我们知道一个标的 修行在修什么 转凡成圣的凡是什么 圣是什么 你知道凡是什么 圣是什么 那你修行要转凡成圣就很简单了 你假如这个都弄不清楚 转凡成圣怎么转 凡夫是什么 吃饭是凡夫吗 只要吃饭是凡夫 圣人就不要吃吗 我们知道说你就是都用大脑 去记忆去推理去追求你的目标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在生活中在修行上 我要转过来的就是人生要有信心 带着移情去前进 功夫到自然就成就了 功到自然熟吗 这个很清楚啊 那你要怎么功到自然熟 你一定要走在真实生命上面 你走在虚幻的生命上面 那功到自然熟啊 不是自然熟啊 所以在真实的生命里头 它的生命是永恒的 在虚幻的生命里头 它的生命是有限的 当你死就结束了嘛 下辈子来 这辈子已经忘光光 我们这辈子来 有几个记得上辈子不是 你根本记不得嘛 所以这个记忆的东西 隔一辈子就都不再来 你记那么多不是多余吗 那你在真实的生命里头啊 你的生命品质提升到哪里 下辈子你就在这个品质上面 那你这辈子掉落到哪里 下辈子从这里开始 心情就在这里 所以心情就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 所以你放心 可以放心 绝对往生极乐世界的 因为你只要生命品质提升 下辈子一定比这辈子好嘛 你想想看 那你要不提升自己 你到哪里去都一样 一定会下降的 这个是我们把这个核心问题啊 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也是试着 应用现代的语言啊 来表达古人所讲的这个核心问题 或者转行成圣 我们只是一个 一个很虚幻的标的 一个口号而已嘛 就像所有学会的人都知道 舍事用根 知道嘛 转事成字 事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 啊你的事都不知道 你怎么舍掉嘛 用根 根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怎么用根呢 啊转到最后就口号 舍事用根呢 对不对 转事成字 大家也想用智慧 不要用事性 啊转嘛 啊事是什么也不知道 智慧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怎么转事成字呢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留意的 这个核心问题啊 我们弄清楚以后 其实修行是什么就很清楚了 你在生活中都可以修 不是说一定两腿一盘坐在那里 两腿一盘坐在那里 那是在强决猛打的时候 那是对自己啊 战争 很严格的要求自己的时候 这是提供给各位 做个参考 我想简单的 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里 那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想我们来一个声线教育 给各位提问题 大家来讨论 海云法师的讲法啊 这是体现了佛法的这个清明性 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有很多 一点的主要讨论 就是按照看不见出来 才是梦浩然的事 哇 这么一句 是吧 书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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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与同 贼云 淡和汉 是吧 是吧 那河南海云法师的这个讲法呢 他也有这么一种重新的品味 同学可能不是太熟悉 那么我呢 简单的介绍几句啊 李教授呢 他是可以说是 禅宗讲这个法目啊 是吧 是吧 非常感谢呢 海云法师做了这种非常好的这个报告 他这个 讲的呢 讲了很多这个 道理 一串一串 就像一串一串的那个集中一样 也用佛教的话来说呢 给大家呢 这扑式发育 这个替货观点一样 大家呢 熟悉不全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 河南法师呢 他是现在台湾 这个达花员司的主持 那么也可以说呢 我不是有师父了解 那么从今天呢 就给 那个 这个 这个 讲话当中呢 今天感觉到 那里现在呢 应该是 我们这个华演学 现代华演学的一个代表 对吧 这个大家可能 华演组呢 大家肯定不是 得到 了解多少 那么华演组呢 是唐代的一个 佛教总派 那么这个总派呢 他是 哲学层次呢 最高的一个派别 那么他也是个 华演组的这个哲学呢 也是这个 把儒家中国的 传统文化跟佛教文化呢 融合到一起 那么现在一般的学者 对人们呢 他是这个 哲学层面上的 最高一个层次 那么唐代呢 非常流行 一直到这个 五代的时候 五代 老代 老代呢 华演学呢 也是非常非常深心 那么回来 到了明代的时候 华演学有很多学者呢 也演习着华演学 那么近代 没有很多 这个 近代的佛教思考 兴起的时候呢 一个唯师 从于华演学 待此呢 方官会 光彩 那么我们知道 前一段 前一段先呢 去上海呢 这个金安斯的 这个 原来的 师宗法师 他就是从原来 这个华演学 干了这个一宗 他是这么一个 那么今天呢 这个 很多法师呢 可以说 对 显得这个 华演学呢 做了一个阐释 那么他这个 我们可以成为了 新 古典 化演学 对吧 他把这佛教的 这个 精化 佛法的精化呢 产生给大家 这就是 生命 这个 佛观 生命 那么佛教呢 这个 最精髓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 苏人的法来说 就是一种 连续实践 这样呢 就佛教呢 跟大家呢 直接有直接的关系 不然好像是 高高贼山的一个 学物 那么这个 我觉得呢 这个 呃 讲的呢 非常呢 同学 那一种 也是 神圣山幼 大家呢 从这个 什么是佛教文化 什么是 这个 哲学和佛学的 这个区别 那么佛教呢 他提出的 很重要的概念 那么就是 这个实践学 这个说的呢 非常有道理 佛教呢 不是一般的 这个 哲学 哲学是用国际的 思维之类的 概念呢 就推荐出来的 但是佛观呢 学霸在用心去体会 体会这个生命 这个呢 不是用哲学分析 来用解决的东西 它是朝乎这个语言 概念这些东西 我觉得呢 这个 我也不知道说实践 没多少实践嘛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完全可以成为 对华言学 新的一个阐识吧 谢谢 李教授的典品 是非常的精彩啊 把这个 海云 阐诗的 说法的精髓啊 给大家再次的 感受出来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 从这个 禅僧的角度啊 这可以 这可以做一些回应 这个回应 我是平常的这个 学术兴趣的禅僧 但是听了法师的讲 讲法啊 我感觉也是 句句是法言 没有句句是禅僧啊 比如说法师说了 真理只有一个 是吧 真理只有一个 这个 我们翻开这个佛教的 浩如阴 还有个底级 你们就会发现 佛教里面的真理 就是说真如啊 最高真理的表达 那有很多很多 乐盘啊 本心啊 是吧 言诀啊 各种各样的 但是 他所表述的 也就是 那个最本源的 最终极的东西 这也就是 物业分身 八万池啊 八万个池塘 各自各自 月亮的女儿 是吧 但是他的本体 他的终极呢 就有一个 或者就是 呃 那个 《六盘经》里面 讲的 归连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 是吧 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小路 千千万万条小路 大路小路 海路空 达到目的地 但是那个 终极的目标 他就是这一路 就是真理的本身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里面是很有成绩的 就比如说 法师 我始终强调的是 佛法 与女教授刚才讲的 实践学 也是非常有见地 啊 因为佛法呢 它是用身体力行 用中生的 这个人格去投入的 啊 去践行的 啊 嗯 如果是光速 距离于明相 一些逻辑的推演 那永远是 在门外 啊 甚至门外都没有达到 是吧 所以这个 佛法师 这个呃 如果你不休息 你是呃 只是如属他人之宝啊 或者说 中日 硕食不能饱 化饼不能充饥 患瘤不能止渴 是吧 你必须这个 透入这个禅门啊 啊 那么禅宗里面 对这个问题的 禅宗就更是 非常的 呃 精彩啊 禅宗说 不此门来 是莫层知解啊 啊 那种知识的 解惠的 逻辑性的东西 永远是 第二性的 前表性的东西 是吧 啊 所以呢 际宗说 向上一路 是千胜不传 啊 那种超越于 呃文字 语言 逻辑 知性的解析 知上的 真理的本身 那千胜 千千万万个 很有智慧的人 他是没法传达他的 啊 学者劳行 是如原卓影啊 啊 那些学者 啊 想起各种的办法 用尽各种的比喻 想表达他 霸道他 那实际上 就像猿猴 做这个月亮 水中的月影一样 是徒劳无益的 啊 所以我觉得 这个法师 特别提出 佛法的实践学 对我们所有的 呃 学佛的 或者是 从事佛学研究的 同学 指出了一个 非常好的 用功的方向 啊 那么 这个法师 还谈到了 一个学佛的 一个前提 放下 啊 放下 这个在禅宗里面 也是 禅宗千金万万啊 实际上也就是 教导的 呼唤的 指示的 也就是放下 啊 法师说 如果把放下 说清楚 非得有二百万字的 杜作不可 而我想 就称的是 把这个 放下 说清楚 不是二百万字 一五千万字 也不行 为什么说 一五千万字 也不行呢 因为佛教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 佛教大藏经 根据电脑的统计啊 就是一五千万字 啊 那么你要是 光是读这个基 你还是用 放下的 啊 这个禅宗里面 有个公案 叫寸丝不挂 嗯 那个寸丝不挂 就是 有一个 法师 说个 五一僧啊 二僧啊 叫 玄 玄姬 玄妙的 那个 那个直部姬啊 他的法号叫 玄姬 他有一次呢 就去找了个雪峰 大雪覆盖的山峰 找雪峰 禅室 他两个斗鸡峰啊 雪峰就问那个玄姬 说你从什么地方买 玄姬 就告诉他 我从大日山来啊 我从太阳很旺的 这个山头上买 那么到了 从大日山来 这个雪峰 可能就被融化了 所以这个雪峰 就感觉 这个很不简单 就问他 那你既然叫做玄姬 玄热之机啊 你一天值多少度呢 啊 玄姬才是告诉他 趁死不挂 那最后就说 我一屁步的 不会直出来 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星星修 修灭 已经修到了一层 像那个 八秒产生说的 心如墙底啊 不可 外物不可一半的 这么一个程度 很得意啊 这个雪峰产生 这个也就 暗中发酵 然后这个玄姬 说完的话 就得意洋洋地走了 走了几步 这个玄姬才是在后面 就说 你的袈裟脚啊 拖到地上啊 给你一大目脏了 这个玄姬 法师一听这个话 冷得一回头 就看看这个 袈裟脚是不是 真的给 给那个 你一大目脏了 玄姬 那个雪峰产生 就鼓掌 大笑 说好一个 蹭死不挂 你说你 蹭死不挂 你已经被 那个蹭死不挂的 闭面给挂住了 所以表面上是 一种标准的境界 用到这个 实际的修行中 那一点 就就 就给它突破了 所以就放下 法师 刚才说的放下 也是缠住 一个重名的公案 就是那个 赵都 才是 可莱哥 说颜阳尊者 颜阳尊者呢 也是一个对佛法 非常有修行 有建议的 这个居士 那么他 有一次来到 赵州禅师的道场 他就很不意的 念赵州禅师 他说 师父啊 我已经联手空空 什么都空了 我还怎么办 就要怎么修行 那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修行到了 很高的境界了 还怎么样 增上层楼了 这是一个挑战 赵州禅师告诉他 你放下 你放下 他当时不明白 这个意思 说 我颜阳尊者 你还让我放下什么 赵州禅师就告诉他 你放不下 你就把他挑起来吧 后来他 体微直 这句话 豁然大悦 知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的 我都得体贵 这都购乱了 玄机了 是吧 你说你颜阳尊 已经被联手空军的这个意念 绑住了 绑住了 赵州很慈悲 不给他说破 不是脱离戴死的 那就用个反省的语气说 你这样这样 你还把它挑吧 把你这个放下的意念继续挑下去吧 放不下且单取啊 这些都是跟禅宗跟佛法非常有这个联系的 那你还有很多很多 这么讲的话 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听这个法师的讲法 那是聚聚是华言 聚聚是禅宗 就像宇教授听法师的讲法 可能是聚聚是华言的聚聚是秘宗 他那个秘宗可能三个房间才打手一秒 以后我还一直要准备跟着学这个呢 那么非常感谢啊 这个海音法师的说法和李教授的点评和同学们的参与啊 这第一阶段就到几时 那么底下呢 进入今晚上的讲座 这第二阶段的开放是提了 同学们 把你们评审所积累起来的遗情 都给产师提出来吧 不用担心 忘了吗 过来 刚才您讲到这个 修行在修什么 修行的关键在于转帆成圣啊 然后呢 我就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转帆成圣怎么样 确定落实在生活的时间里头 就怎么样 就是生活 用生意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事情好像就是很难理会到 所以说听前髮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怎么样 用生意去生活 转帆成圣啊 在生活中要实践是已经转帆成圣的 才有在生活中 假如在生活中要去转帆成圣啊 这个就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牵涉到许多前提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先把它离圈 凡夫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 圣人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 那你要怎么样避开凡夫的生命现象 那么活到圣人的生命现象里去 那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是要用大脑的 你不能不用大脑 你不能开车不用大脑 那恐怕就要就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知道 有很多事件事还是要用大脑做 因为这个社会已经够复杂了 不用大脑是不行的 但是呢生活中有很多事是不要用大脑 夫妻相处啊 家里子女啊 你不要用大脑分得太清楚 那家里啊就会像冰箱一样冷冰冰的 要温暖一点啊 带有一点人的温情在 那就需要包容 所以很多所谓的错对 那是大脑在对立分别的 这个部分呢 在生活中你要超越它 任何人都一样 你要超越那个对立啊 把那个错的 很欣赏它的接纳下来 那就对了 那就是用生命了 生命的本身不会说 这个错的 那我就把它排除掉 不会 我们举个例子 这样说 这里有一块石头 一块黄金放在这里 那黄金会不会一身脚 把石头踢走 说你是石头 不要跟我站一起 石头也不会说 哎呀人家是黄金 哎呀我是石头 我跟它站在一起 没面子 生命不会这样 在一起就在一起啊 顶多是说 石头欣赏黄金啊 说那个某年变化 一块光秃秃的 对不对 黄金欣赏石头说 那个脸好像被刮过 都不会像我这样子 嫩嫩白白的 对不对 那顶多是这样 相互欣赏而已 它不至于说 会排斥对方 所以在生活中来讲 要用生命的这一套 而不是用大脑的那一套 而在工作的时候 要用大脑的这一套 不用生命的那一套 可是有很多地方 它是有变化的 那我们只能原则上这样讲 还是一样 可以过得很好 这个可以做得到 这个是要慢慢的去实践 去实践 你会随着时间的加长 你逐渐就会深入 去了解到如何运用 从理论上来讲 一下子讲不清 就是遇到具体的事情 或者是具体的 对 你可以把它当遗情去运用 好 我听法师的方法 从来就是一种激昂的 就是分禁的方法 然后觉得法师所讲的东西 跟我们生活都很近 不是刚刚该上的 就我自己的问题来说 我就是想 咱们活着有一个生命 生命它要讲究一个长度 讲究一个宽度 它讲究一个数量和质量 如果说就是一个生命的个体 它本来有能力 能够挣更多的钱 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 它拿来这些东西 也不是自己想住了 来就是 就像普通中心一样吧 来救济别人了 好像法师不大鼓励 这种救济的态度 而是有慈悲的态度 我想请把你把这个影片给讲一下 质量可能比质比量重要 提高生命的品质 救济众生是要谁愿 赚更多的钱 以赚钱这件事情来讲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IQ都差不多 对不对 相差不到五个百分点 是不是 两常态分配来讲 我想大家都一样努力 努力的成绩大概相差也不到五个百分点 但是我告诉你 成功跟失败是百分之百的不同 不但这个样子 一百个人奋斗 大概只有一个会成功 为什么 同样的智慧 聪明才智 同样的努力 为什么一百个人分多不一百个都成功 还有自己的那种可能就像法师说的那可能是上辈子修的 对这个叫做福报 福报 你没有福报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赚不到 台湾每次选举一大堆笨蛋在竞选 你看他中间只有一个当选那么多人去选干嘛 对不对 你其他人要失败啊 他就是不承认说我有失败的可能嘛 他只想说我只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输了每次都不高兴啊 聪明才智 他们为民服务我们都可以肯定 都绝对没问题 可是你只要到竞争 社会生活是竞争嘛 那就有成有败 所以哪个人会当选啊 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他的福报大的会当选 福报小的不会当选嘛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想问谁会当选 你不用问 你去问他们哪个福报大就会当选 因为聪明才智跟努力都一样 就是这样 所以不是说不想赚更多的钱 你为了想赚更多的钱 可能一辈子通通赔进去也赚不到 也赚不到 所以我们不是不鼓励 那些都是谁也要做的 你真正要做的是 我们获得更大的幸福 更大的幸福度 幸福感要提升 痛苦度 痛苦的感 感觉要降低 我想这个比救济来的重要 你要救济人家也是使他减除他的痛苦嘛 那我要减除他的痛苦 我不一定给他物质 我给他一条鱼吃 不如我教他怎么去钓鱼 对不对 所以我给他一个健康的生命 健康的身心 健康的心灵 我想比给他东西吃要好 但意思不是说就不给他吃给他饿死 我们做得到尽量帮助 那已经是附带的 所以佛法在这个地方 生命的主体位跟客位 主客之间 他是很清楚的 OK 后面同学 有问题吗 我的书记 我听了这个文化 其实我的感觉最深的一点 就是说 这是一个深刻的感觉 而这种深刻的也并不是说 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 精巧或者什么所说的 考试的 或者一些成功或者失败 而是一种 可以说平凡到生活 远点低迷的一种社会 就是我自己感受非常是那种 就是说 就是我的爷爷和 就是温男那个 因为那个年代嘛 就是受采用的一种 就是又拍一种 所以一辈子 分开的时间很长 而我奶奶相对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他并不是说 因为受苦 而是种种的 就是说 就是说本来两个人应该说 应该说 就是说是相无以赢 而且那么多年的 美妙的状况之下 都可以说是 分开那么多年 但是始终 坚持的 就是说是 就是说应该说很 就是说两个人还是始终不一的 很简单地度过来 但是呢 就是说是在他们老年 住在就是说 一切等于说都好短的时候呢 都已经在一起了 但是始终会出个劳 始终会有时候 就是说他们自己觉得也会很痛苦 或者长得很暖 就像您说的 就是说他们是那种对或者错 并不理性的推理 然后以前的种种 然后就可以都纠结起来 而不是身为那种 就您说的生命取向的 那样一种感受 那样一种 不是说缺乏包容 而是缺少一种 就是说 那种思考方式的 就是说可以说是一种这样的一种社会吧 所以我自己因为身在其中 就是说我也经常在思考 就是说我也 我自己也就是说 在这一方面 就是说 给我的 一是我的亲人 我也会给他们做 我考过的 就是这些方面 我一直就是说 思考的比较多 今天听到你们的话 真的觉得好像是 豁然开朗 那样一种感觉 确实就是说 人在生命中 在生活中 其实这个智慧 他不是在生活中 而是在生活之中 在于他的这个 点点地 在于你处理你的工作 生活 在你情侣 和你的方面 所以就是说 我在想 最近我就在想 这个有关的佛 就是说 学佛的人 他在想的就是 谢谢大家